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等下我会带你们大家去看那个芋头树要怎么去讲解 怎么去解释 好不好 因为芋头树如果在坟墓里面 就是说 前面也好 后面也好 更多影响的健康 还有自身的关系 生活的很多 遇上都不必要的麻烦 所以 给大家知道一下 香药树在坟墓前 如果是可以的话 你还烧木的时候 随时可以把它砍掉 如果大树的话 遇上的话 你要选着子 不然的话 不可以随便做 要不然会影响到后代的生活的 还有钱财 健康 人员跟贵人的 记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